大家好,我是Amber,欢迎您收看我的视频 也希望新来的朋友订阅、点赞,并且分享我的频道 今天我和我家先生来到了动物领养中心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有三对一娘同胞的小猫 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对,并且办理了领养手续 大家猜一猜我们领养的是哪一对小猫呢 这三对小猫都非常的可爱 因为是同一个母亲 所以它们在一起显得非常的亲密 三对小猫都各有特色 我真的拿不定主意一开始不知道选择哪一对 就这样,反复看,反复感受 最后选择了其中的一对 由于这三对小猫都特别小 只有三个多月 所以动物领养中心还没有给它们做手术 也就是结杂手术 虽然我们交了费,签了字 但是呢,我们还得过几天才能够来把做过手术的小猫领回家 工作人员非常的认真负责 他们要询问领养客户的家庭情况 人员结构 有没有养过小动物等等情况 确保小动物们能够在一个安全有责任心有爱心的家庭里生活和成长 我敢保证我先生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小动物 最有爱心 最有责任的家长 在领养这个小动物之前 我们去过了一家专门的宠物商店 原来这个商店呢,离我家很近 这里你可以买到所有动物我们需要的用品和食物 所以我们决定先买一些粮食 因为是小猫 所以我们要买一种专门是给那个猫宝宝 几个月大的这种小猫吃的食物 这里的各种动物食品分得很细 品种也特别多 你真的会感觉到这是来到了一个儿童用品商店 吃的玩的用的应有尽有 原来宠物世界也是这样的丰富多彩 我先生非要买一个领养小动物的时候 用来装小猫的包 我觉得那个又不常用 也就是把猫装在里边开车拉回家这个时段 其他时候谁还会用那个包来装小猫呢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便宜点的 大概15块钱 我先生要买两个 我说我们领养的这两个猫是兄弟两个 所以没必要分开装 装在一个包里头就可以了 在我的坚持下 我们买了一个包 我发现我家先生就是不会省钱 有的没的都喜欢买 而我呢 只捡重要的买 其他那些不重要的可有可恶的东西 能省就省 说到这里我都想笑 怎么人生呢就好像翻了个个儿 以前在国内我是什么都想买 什么都要买 所以在好多人眼里头 我就是一个很会花钱的人 怎么现在我变成了一个勤俭持家的女人了 也许现在挣不来钱了 花别人辛苦挣来的钱就感觉到心痛 在这个宠物商店 我们发现这里也有好多小猫 等待着人们去领养 但是商店的服务员呢 是不给办理这些领养手续的 他们要让我们在网上去查询 然后在网上呢 去做登记 去咨询 在这个商店呢 我们真的看到了 有一个笼子里边装了好多的小猫 其中呢 有两个小猫真的非常可爱 我非常的想在这里领养 可是我先生在网上折腾了好久 都没有反应 他说等回家了 我们再在网上试一下 结果我们回来 又在网上试了好几次 那边呢也没有反应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在这家商店领养这两对 这一对小猫 所以从开始决定领养小猫的时候起 我们两个去了好几个地方 就专门去找这种 一个母亲生出来的这种小猫 因为我们要领养一对 通常只有这种一个娘胎生出来的小猫 他们两个呢 才能够在一起开心的玩耍 他们不会感觉到陌生 不用去花很长的时间互相适应 为了找到这种一娘同胞的小猫 我们跑了好多地方 真的很不容易 找到最合适的小猫去领养 我们还去了另一家寄养小动物的一个地方 我先生说这种地方是那种专门接收被遗弃 或者是捡到的小动物的收容所 假如你在街上捡到了小猫小狗 或者是你发现了一些流浪的小猫小狗 你又不愿意去领养 那么你就可以呢 把它们送到这里来 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领养到被遗弃的小猫小狗 当然如果你的小猫小狗丢失了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里雄找 也许哪一个好心人捡到了他们 把它们送到了这里 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猫 当时忘了拍照片了 是那种黑白哄搭的颜色 因为那只猫已经六个月了 它有一些怕生 所以我先生怎么样的逗它 它都不会走近我们 好像呢非常害怕人们去触摸它 可惜它只有一只 而且工作人员说 这只猫呢还得等过一段时间才能领养 因为它们要在这观察一段时间 也许呢会有人 会有它的主人来把它领走 没办法我们就来到了先前我们第一次去的这家动物领养中心 就是前面呢我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有一对小猫 但是呢好像不太亲近我们 然后我们就说如果下次来的话 这两只小猫还在我们就把它带走 结果今天来那两只小猫已经不在了 我们又发现了其他的小猫 然后就办理了所有的领养手续 今天领养中心已经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说我们的小猫的手术已经做完了 我们随时可以去把它们带回来 我很期待我们的小猫来到家里 我们已经为它们做好了一切准备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